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 佛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你敢不敢成当 这都是你的尚根 佛又说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这是你的尚根 再说的贴切一点 基罗世界 阿弥陀佛 都是你自己尚根 功德的成就 你想不相信 你也相信了 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 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修净土的人 这两句话常常听到 听到耳熟 你就是不信 为什么不信 把这个根源找出来 从根本上把它消除 我们就相信了 就不再怀疑了 你就成就了 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所表演的 就是代表知识分子 好学多文 你要把金 认真实的认真 认真去修 要用真诚心去修 你才真正体会到 提会到什么 自己的信 佛所说的 全是自信流露 你不用信得 你没有办法 体会 你跟他不相应 就说 他是真心里头 说出来的 流露出来 你要用真心去听 用真心去体会 这才行啊 用妄想 用怀疑心 用批评的心 你一样都得不到 今天 圣影学 推广之难 就难在此地 因为现在人都学会了 都成了习惯了 听了之后 一定要批评 一定要怀疑 听完之后 一定有很多问题 来问出来 养成习惯了 从小就这么学 学校里家庭都这么教 这种修学的态度 方式 用在现前 科技的时代行 这个方法没问题 用在圣教 用在佛菩萨 电机里头 不行 完全不能弃书 会把这些电机 都当作现代的学术 来看待 他是智慧 变成知识 不得受用 经上讲的这个 横出三界 云灯四处 一生不出 究竟极光 对你好不相看 哦 好看 员 感谢观看